為了擇親我也穿這個 因為你洗手衣服都很好 然後今天正好說 射手座今天的幸運色是蘋果綠 我想為我們增加更多正面的能量 所以一定要 對 一定要穿蘋果綠的顏色 而且要強迫大家也要一人一杯蘋果綠 好不好 我先講這個媽媽 因為我覺得大家 我昨天在拍的時候 正好媽媽在做一些功課 就是要趕緊了解 這個萎縮症的相關的東西 我正好看了一篇文章 其實當時我自己就感動了 所以我覺得說 這一個戲真的很感謝導演 也感謝中士願意拍這樣的一個戲 我覺得可以讓更多的人 瞭解我們身邊有這麼多 跟我們是不太一樣的人 可是我們會去 因為這個戲我們會去了解到說 原來我們的呼吸 我們的走路 我們的所有一切 我們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那可是呢 當我們知道了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症狀的時候呢 我們會更多的包容 更多的體諒 還有更多的愛 我想這個是我們 我們這個戲我想導演為什麼很堅持 要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媽媽她面臨到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家屬遺傳的東西 一開始的痛 像剛剛那場戲的痛 之後呢 我馬上起來這個媽媽 我想希望帶給大家 就是一個正面的能量 我用非常非常陽光 非常正面的能量 來引導這個孩子 希望她能夠用陽光的心態 然後我也是用正面的能量 來帶領這個孩子 我想這部戲傳給大家的是 雖然疾病來得很突然 可是我們還是有希望的 我們還是有光的 是 而且這裡面這個夢媽媽這個角色 除了是媽媽以外也是一個校長 對不對 我們要用更不一樣的方式 也要透過這樣的去帶給大家 不一樣面對人生挫折的一些外面 對 然後我對兩個孩子的要求不一樣 因材實教 雖然對責親是一直咄咄逼人 去要求他這些東西 其實這都是埃及深圳之間 所以我想這傳達出去的 所有的不管是長的老的小的 他都會知道說每一個人的心情 然後我們這樣子互相去體諒的時候 我們的 就我覺得在這個戲裡面 我希望可以透露到的是 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讓大家看到 很美的愛情故事以外 然後後面有這麼好的深層的一個故事 對 尤其我 因為我跟美麗導演 其實我們認識還蠻久的 其實我覺得美麗導演 他的作品有很大的特色 他不會把黑暗 就弄到一個非常 就是沒有辦法 讓大家跳脫看到陽光的一個深淵 反而會在裡面看到很多很感動的 親情跟友情跟愛情 包含像是澤青這個角色 通常來說 如果在家庭裡面 比較不受成的弟弟 一定會對哥哥百般的 不管是說叛逆啊 或者是忤逆啊 或者什麼 可是我們剛剛在片花當中 當哥哥生病的那一刻 弟爺的想法 不是說我要趕快跳開 還好幸好不是我生病 反而是對於哥哥 有更多的不捨 跟更多的難過 甚至說如果發病的是我就好 澤青那個角色在詮釋上 誠意自己的感覺呢 因為對澤青來說 哥哥是這個世界上最支持我 最挺我的 對我最溫柔的一個人 是 所以為什麼 碰到什麼狀況 哥哥不會去責備 可能會開導的方式來 保護我 照顧我 是 所以知道哥哥生命的時候 其實心情是很複雜 對一方面 你擔心自己是否會 也移送到他的幾面 再來看到一個 平常這麼樂觀 這麼平衡的哥哥 漸漸地 漸漸地失去 這幾位的行動 事的行動的時候 我該怎麼去幫助他 我該用什麼樣的心情去 安慰他嗎 或者是去 鼓勵他 但同時也擔心了自己 要怎麼去面對 或者會不會去接受這件事 那跟媽媽呢也是 我跟媽媽 我相信很多 可能大家都會有一段時期 是不知道什麼跟家人共同 他們以為他們用對的方法 因為他們講得很明白 但是總是在 不斷的在爭吵 漸漸漸漸漸漸漸 但是 也是因為 我們講的思學那一天 那我相信在你 失去很多東西的同時 你能獲得到更多的東西 或許你失去了 學會的珍惜 那這也是我在 那這一兩個月拍攝的過程中 我不斷的在劇本上 我學習到很多 人生的一些感動 包括跟家人的相處 對 對